接下来带您关心到在泰玛丽发生了一起令人遗憾的意外事故 服务于水利会资本工作站年约62岁的陈姓张水公 11号晚间来到泰玛丽西的灌溉取水口 巡查刚刚附件完成的取水土蹄 之后骑着机车来到水闸门处 疑似因为连日来过于疲惫 加上当地灯光昏暗 不慎连车带人衰落到1.5公尺深的灌溉水渠 而早上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这起不幸事件发生在11号晚间约9点的时候 服务于水利会资本工作站的陈姓张水公 连日为了泰玛丽西取水工程的附件来回奔波 好不容易11号傍晚完成复工 大约在8点多的时候特别来到这里巡查取水是不是正常 没想到发生这起意外 我们这个张水公呢它是非常认真的一个张水公 昨天下午6点的时候我们这次的苏敌热台风呢 把我们的泰玛丽郡的进水口的土地流失之后 昨天下午抢修完成了 第一时间把它送水到农田去给农民灌溉 但是呢它到了8点 它自己还跑上来 它还担心说水不顺畅 还跑上来进水口去了解现况 就是因为半夜了已经晚上了 天色已经暗了 它自己从进水口下来之后呢 就不算在这个地方呢 就跌落到我们的这个泰玛丽郡的干线 溺斃这样子 由于晚间8点多出门到早上都没有回家 家属在12号早上6点左右赶紧报警 经过警方动员与水利会员工扩大搜索 在早上8点左右被发现人车泡在灌溉水渠里 打捞上岸之后 城南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我们从镜头开始一直找找找找找找到 听说报案的时候有看到 我们想说是不是在那个地方赶快本来想破水去找 结果说不是是在这边 然后我们就赶快把台大门关掉赶快进来找 因为我们水要给农民用嘛 赶快把水排掉 本来已经 对对有那个水盒的地方这样子 水挡下来之后才看到机车 机车有看到机车横 警方监视小组赶到现场采集证据时 城南所骑乘的机车大灯当时是呈现开启的状况 而打捞上来发现大灯破损 后照镜也弯曲变形 警方第一时间接获民众报案之后 就立刻到现场处理 那初步的现场勘验是未发现有那个塌杀之险 但是真正的死因的话 请那个检察官法医来进行相验之后才能确认 警方研判 这些巡水人员为了抢通灌溉用水 不辞昼夜赶工 发生这起意外也让人不胜唏嘘 感念因为他们无私的付出 造福了成千上万仰赖珍贵水源的广大农民 动态新闻张家伟 泰马里香报道